? 各位好玩 我要開始一看齁 請贊助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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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很隨便 但是我們要看 世界的國家其實是 很豐富 就變化多端 但是了解世界的國家之後 我們要分辨 我們所愛是 什麼樣的國家 所以 叫國家變變變 這道路 有的人知道 知道的人 不知道齁 這道路是很有名的 它是一個叫 霍博斯距林論的封面 如果念過一些 世界文化史 世界的 文化史的人 就大概會聽過這個霍博斯的距林論 那這個距林論其實就在講 什麼是國家 什麼是好的國家 什麼是不好的國家 國家的本質是什麼 國家的來源是什麼 等一下這幅圖 我再會仔細的講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去 Google網路上搜尋 距林論 就可以看到這幅圖 那我們先從一個 時事觀察開始講起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個新聞 iCo叫做 國際民航組織 這是最近這幾個月的新聞 因為今年的國際民航組織 它是隸屬於聯合國下面的一個單位 它 今年9月在 在加拿大蒙特樓召開 那有一則新聞是這樣講的 就是說 台灣 出席國際民航組織大會 要感謝北京 iCo就是國際民航組織的理事會主席 今天對台灣媒體表示 它接到中國政府的建議 去邀請台灣 所以決定邀請台灣做的來賓 這就是為什麼台灣今天會在這裡 另外這一則新聞 我不知道你們看到什麼感想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看 看出它的來龍去脈 那我就從這個新聞開始講 國家這個概念為什麼重要 如果你不了解國家這個概念 你看不懂新聞 你也回煞煞 首先一個問題是 中國的建議所以台灣能去 那中國跟台灣是什麼關係 保護關係 宗族關係 隸屬關係 這三個是不一樣的關係 也就是說它有某種管轄權 那中國為什麼這麼做 美國 又做了什麼 這是背後有一番政治角力 這是在新聞 你沒有仔細看的話 你看不出中美的政治角力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我基本上分四個部分講 第一個部分就簡介這一則新聞 第二個部分就介紹 它出席身份跟它的原因 然後我們看看 國際民航組織的規章寫什麼 再來我們再講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 首先這個新聞是自由時報 9月23號 今年9月23號 你看到這裡他說 當然這裡大家都知道 這個我國 我國是什麼 中華民國還是台灣 大家上過這幾天的課 應該都可以區分 我國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了吧 台灣是國家嗎 中華民國是國家嗎 那為什麼可以用我國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這個國是什麼 這個記者 反正這記者也不讀書 他就這樣寫了 聯合國 好這有一個問題 聯合國是不是國家 你在想聯合國的國是哪一個國 聯合國是不是國家 你們可以放在心裡想一下 專門機構國際民航組織呢 24號在加拿大舉行 台灣 有講台灣退出聯合國42年後 這句話講的對不對 你們可以想一下 台灣有加入過聯合國嗎 沒有嘛 沒有 那是誰加入過聯合國 大家都知道 那是誰退出聯合國 中華民國 其實也不見得是中華民國 如果你看過那個 二七什麼幾號決議委有沒有 聯合國那個決議委 他是寫驅逐 把蔣介石的代表 驅逐出去 對他是蔣介石的代表 今年首度以特邀貴賓受邀參加 這裡特邀貴賓又是 又是一個文字遊戲 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 中華台北代表團 奇怪是台灣代表團 還是中華代表團 這裡又給你搞一個 偷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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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管出發 交通部 代表團出發 以特邀貴賓身份與會 等一下我們看到 到底是不是特邀貴賓 面對民進黨 立委管碧琳 拿出這個邀請函指出 文中以中國的台北民航局稱呼台灣 對照世界衛生組織就是WHO 發給中華台北衛生署的 世衛大會邀請函 台灣國際地位遭到矮化 這句話對不對 蛤 哪裡對 按照他們講是對 按照我們講是對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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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一般人都是這樣,只要這是一本書寫的,報紙寫的,它就是權威 你不會去質疑這句話 等一下我們為什麼要看ICOLE的規定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道理也不一樣 然後我們看這個紅字部分就好,黑字太多了 他說,以往未加入ICOLE時,最新措施規範都是由鄰國告知 真的嗎?你就看別的新聞,你看別的,你看蘋果日報它就寫說 其實不是鄰國告知,是民航局自己去網路上買書 多可憐啊 你知道台灣的地位多可憐啊,中華民國的地位多可憐啊 不管台灣跟中華民國一不一樣,但是多可憐啊 人家訂一個飛航的標準,你沒有參與的話 你都是最後才知道,你還是去網路上買書才知道 就跟馬英九一樣看報紙才知道 然後,他說這個國際民航組織呢 近年在中央三媒規劃一條航道 台灣是最後才知道 又是最後才知道 其他像航路高度啊,方向管制等重要非常細節 我們都是後知後覺,非常危險 你就知道這個是政治煉獄啊 這個就是這個所謂中華台北,中國台北的民航局局長 神奇 你看他說,名牌標是gast gast怎麼會是特別來賓呢? 特別來賓是special guest嘛 gast只是客人嘛 對啊,一點也不特別啊 我們來看一下出席身份跟原由 在1944年的時候呢 有52個國家 其實這個國家不見得是我們現在講的主權國家的國家 他簽了國際民用航空條約 什麼芝加哥的公約 這個中華民國是創始會員之一 三年後公約生效 這個國際民航組織成立 但是呢 他在1951年正式退出喔 1951年是什麼日子 是什麼年份 1951年是 大家要記得很清楚 1951年是 舊金山和平條約簽約那一年 哪一年 哪一年 1951年 1951年 9月 8號簽約 對不對 9月8號簽約 然後1952年的 4月28號生效 所以這是在 這是在簽約那一年退出喔 這背後一定有原因 雖然我現在還不知道為什麼 也許是一種 美國的條件交換 但是我不能很清楚 但是 我這裡用紅字表明出來 這裡面一定有 Mega在裡面 否則他幹嘛退出 他是創始會員 他那時候還是聯合國會員國 1953年1月 我們在看新聞的過程中 我們慢慢探討什麼叫做政治 國際民航組織在澳洲召開的 東南亞及太平洋空中航行會議 ROC應國際民航組織要以觀察員身份 與會 你看很好玩喔 他本來是會員 結果他1951年退出 1953年就是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囉 生效的時候呢 他又用觀察員身份與會 觀察員是比會員還低的 你不覺得很好玩 是不是 該是會議通過議案 承認台灣為國際的空中飛行管制中心 所以這有一個層面 我想啦 有一個層面的意思是 台灣那時候在舊金山和平條約裡面 領土並沒有轉移給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民國他要變成台灣的一個 日本承認下 因為台北合約 承認下了台灣當局的話 他必須要透過 他要先退出 然後呢 他用台灣當局的觀察員身份與會 他的觀察員不是中國 而是台灣當局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台灣 他說台灣為國際間的飛行管制中心區 就是指台灣當局 而不是中華民國 所以這個時候 在1951年 1951年的9月8號 就是舊金山和平條約簽約的同時 1952年4月28號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的時候 也就是台北合約簽約的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這個 不管是叫流亡政府啊 還是什麼 或者是佔領權啊 他已經是 因為台北合約簽了 他已經是 日本承認的一個台灣治理當局 雖然領土沒有轉移 但是他治權有轉移 而且是主要佔領權美國同意下的 所以呢 他要退出 否則要幹嘛退出 他用中華民國的身份就好啦 同年7月的倫敦會議 他重新通過ROC政府重新加入 很好玩吧 1971年 1971年發生什麼事 蔣介石的代表退出聯合國 對吧 1971年的10月25日 蔣介石的代表退出 所以11月之後呢 所謂的中華民國就退出了 這個聯合國下的單位 就是國際費用組織 美國眾議院呢 在2010年通過決議案 然後參議院在2011年9月也通過一個決議案 共同決議案 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加入國際民防組織 決議案是resolution 那講resolution 決議是resolution 那他如果沒有通過的叫做案 通過的就叫做 如果是act是法 可是他決議的話 他是建議 他沒有拘束力 他對行政單位只有建議 沒有拘束力 但是呢 在2012年 我們看下面 這邊就是說 美國其實在這幾年一直有做一些事情 一直有做一些事情 然後 然後 中國第一次動作是 我所知道的是 在2012年9月7號 就是去年 在海森威 在APEC會議上 這個聯合會 APEC領袖會議之前的聯合會 胡錦濤提到說 這個記者寫大陸啦 所以我就把他趕中國 方便將認真研究台灣 以適當方式參與ICOL的活動 他說認真研究 就是打嘴砲 大家知道打嘴砲 就是 就是 嘴皮子 2013年 2013年6月18日 美國眾議院通過法案 叫做 HR就是眾議院嘛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151號 參議院呢 這個就不是決議囉 這是法案喔 參議院20日以口頭表決一致通過 579號 其實內容是一樣的 都是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 後來這個 眾議院的這個法案呢 在6月27號參議院也通過了 所以他是參議院眾議院都通過這個法案 然後在今年的7月12號 歐巴馬總統簽署 簽署之後這個就變成法律了 所以他叫public law113-17 叫law 而不是法案 要求美國國務卿 推動聯合國國際民航組織 在今年9月的蒙特羅 蒙特利爾大會接納 台灣的觀察員身份 如果你們有去看這個法案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法案裡面講什麼 他講台灣政府 然後在他的參議院的聽證會上 這個網路上影片有 他講台灣人民 the people of Taiwan 有意思喔 所以呢 中華民國能不能 能不能當這個呢 你們可以想一下 反正他不是指中華台北 美國的法案是不會用中華台北這個字 只是說以前台灣關係法 他都是寫台灣當局 台灣authorities 可是在這個法案裡面呢 他除了有用 非航實體這個字以外 也有用台灣政府這個字 美國用字都很小心的 然後 在中國 中國出招了 中國出什麼招 他說 中國外交部法案人指出 美國國會有關法案 嚴重違反了一個中國政策 跟中美三個公貿原則 有嗎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就知道他這個是 胡說八道 因為中國是中國 台灣是台灣嘛 對不對 外國私立的介入於事無補 只會讓事情變得複雜 其實他是很敏感的 雖然美國沒有違反 但是美國的管轄權的確有在這背後 否則美國幹嘛要立一個法案 你要知道喔 法律這個東西 這個眾議院參議院都通過的綜合法案 然後由美國總統簽署 對美國行政單位是有約束力的喔 是有約束力的喔 就是說 美國總統不可以這樣子 無視 而且是要求國務院要 你定一個策略去完成這件事情 好 我們來看這個新聞 他是說 就我剛剛 我剛剛的標題就是這個嘛 這個新聞 然後美國國務院的答覆是什麼 透過國際合作達成的 歐巴馬政府的國務院發言人說呢 他反駁了公在北京的說法 國務院表示 邀請台灣民航局 貴賓身份參加第三十八屆大會 是透過國際合作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就不用講了啦 了解內情的指出呢 協商了許久 邀請台灣後 ICO 曾行文給各會員國 大家樂觀行程 無人反對 中國認為 中國認為以ICO的規章 只有以非締約國和國際組織 能以觀察員身份出席 要求台灣做觀察員並不合適 貴賓是為了台灣所做的創舉 如果你沒有 再去進一步去找ICO的規章 就是他的條文來看的話 你 你絕對會被記者騙 你也會被中國騙 等一下我就給你看ICO的條文是什麼 這胡說八道 中國民航局長夏興華 然後又說 他今年六月的時候就來了 然後拜訪王金平跟吳伯雄 吳伯雄又說 希望台灣參加大會 中國可以幫忙 然後中國民航局副局長說 不敢打包票 不敢打包票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 好啦 不講了 所以呢 出席的緣由是什麼 美國雖然決定我國以觀察員 這是美國通過法律去約束行政單位的喔 他決定 決定喔 不是建議喔 是決定喔 不是建議喔 決定我國以觀察員身份參加 但因中國不願接受 經各方妥協才用來賓 林詠勒說 美國在ICO大會上 建議是用特別來賓 後來ICO改用來賓 這是過去沒有的例子 是一個特別的安排 包括美國在內 一開始國家會支持觀察員 後來用來賓是妥協 所以是美國先出招 然後後來中國出來 行使這個嗆下這樣子 然後美國就 未來目標還是希望成為觀察員 我們來看國際民航組織的觀察員制度 這是來自某一篇論文 他說呢 國際民航組織的觀察員是 代表一位於理事國佔有席位之締約國 一個非締約國一國際組織或其他團體之個人 經其國家或組織指定並授權參與理事會等等等等 對動議或修正案不具投票提案或賦議之權利 持有被任命的憑政文書 所以你要看懂這個東西 你至少要了解什麼 你要了解什麼叫締約國 什麼叫國際組織 什麼叫其他團體 你如果連締約國是什麼都不知道 締約國就是簽約的國家 所以簽約這個事情很簡單 就是有簽在契約上簽名的 叫締約國 所以你至少要知道什麼叫做國家 什麼是條約法裡面的國家 或是說國際法裡面的主體 什麼是非締約國 什麼是國際組織 國際組織也是一個專有名詞 紅十字會是不是國際組織 大家可以想一下 然後我們往下看 不過被理事會邀請的資格不限於國家 還包括國際組織其他團體 開會前必須向秘書長 成交經合法簽署在 就是信任狀 委任狀或信任狀 委任說那個 經秘書處審查 發現該授權不充分的時候 可以禁止他繼續參與 這個就是2012年去年 第七版的國際民行組織的程序規則 標準規則 程序的標準規則 規則五 就講非締約國與國際組織 他說什麼 正式被理事會 就是 Consul 或是大會 Assembly 自己邀請 已參加大會一個可由觀察員代表的正式會議 代表們應提供由所代表國家的組織 所簽署正式授權個人的信任狀 接下來我們來講這個背後 在玩什麼 誰擁有台灣的軍事及領空管轄權 就是所謂的飛航 這件事情其實是會牽涉到領空的管轄權 還有軍事管轄權 尤其是那個ADIZ 防空識別區 這個是來自這個 維基解密 台灣維基解密網站上的 他怎麼說呢 我們慢慢來看 美國再來協會處長楊書蒂 在207年的時候 會見國安秘書長陳腸山 討論台灣海峽民用航道的可能性 參與討論的還有聯絡事務處州主任 國安秘書會張秘書長 楊書蒂 就是美國再來協會的處長 還不是主席 是處長 主席通常不在台灣 處長是台灣最大的 這相當於政戰官 打報告的 楊書蒂要求台灣當局 不可運用政治媒體手段 渲染民用航道的問題 也必須與美方充分協商 才能發布相關的回應 也就是說沒有美方的同意 陳水扁當局是不可以亂搞的 再來看 楊書蒂告訴陳腸山 他先前會晤國防部長李天宇 成就中國要在台海中線設立航線議題交換意見 楊向部長表達美方和台灣的憂心 楊介陳腸山表示 要求台灣不可對這一起進入政治操弄 必須與美方磋商才能發布任何軍事行動 所以這就顯示什麼 軍事管轄權是誰 美國 等一下我再講什麼叫做管轄權 很簡單 陳腸山表示 當初他被告知中國想要設立航線的計畫 是由香港民航處聯絡台灣民航局 他說會盡量忍處理 然後盡一切手段防止中國建立海峽航線 既然台美都希望台海核定 必須盡快解決中國的航線問題 會見陳時楊書蒂指出 台灣在國際民航組織並不具代表性去指責中國 陳接著說 在沒有質詢台灣的情況下影響聲 他指出這個 楊問陳 陳解釋說這是誤會 強調在這個敏感時期 任何台灣黨內的軍人都不單純 陳也同意 陳是陳水扁 陳水扁同意在軍事活動前 第一優先跟美方磋商 陳向陽表示 陳水扁總統 或是國際安全都不會介入軍事討論 這是國家嗎? 你的管轄權在美國那裡 楊告訴陳 他已跟李天宇部長交代好 要持續跟美國在來協會保持聯繫 李天宇部長是國防部長 美國在來協會是民間組織 一個 假設台灣是國家 或是中華民國的國家 一個國家的國防部長 要做什麼事情 還要跟一個民間組織 沒有他的同意 還不能亂發布消息 亂決定事項 然後這很有趣喔 美國說 當北京政府花越久時間想航線的問題 就越可能對台美雙方產生好的結果 這是一些很有趣的一句話 你知道美國是很會玩政治遊戲的 我們來看這個新聞就告訴我們 有幾個事情可以思考一下 你要了解這個新聞 首先你要知道什麼是國家 什麼是國家 什麼是國際組織 比如說我剛剛講 聯合國是不是國家 歐盟是不是國家 紅石智慧是不是國際組織 你確定嗎 你有查過嗎 你知道國際組織的定義嗎 好像有很多東西我們都覺得好像是 可是你又不確定 這個時候你一定要去查清楚 這就是奇怪的感覺錯誤的定位 這是梁詠琦的一首歌 聯合國政府不是國家也不是國際組織 能否代表台灣 台灣當局不是國家也不是國際組織 能否代表台灣 誰擁有台灣的管轄權 這個我就不講了 張鳳強跟防空識別區 這個時間可能不太夠也不講 我現在講什麼叫做管轄權 我們等一下看一個影片 這個麻煩 點一下影片 這個就是那個WHO跟WHO 要請台灣參與WHO 是欲法不符 欲禮不容 欲情不和 這就是那個 吳怡跟殺死台灣的 台灣的 你敢拒絕啦 這是台式新聞 台式新聞 防疫之路加入WHO WHO 他剛剛是WHO對不對 A就是大會 WHO的大會 我國是第七度 推動參與世衛組織的行動 宣告失敗 中共發動了盟邦否決了台灣 以觀察員的身份入會 我方立委代表團 不滿中共的言論 就在議場內大喊抗議 但被警衛架出場外 據台灣加油 喊出台灣人 渴望獲得國際公平對待的新增 今年是台灣第七度 爭取進入世界衛生大 那為什麼中共要阻撓 誰可以回答 你要曉得 那時候是陳水扁執政 不是馬英九執政 陳水扁執政主張什麼 要用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對不對 要用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組織 所以世界衛生大會 也是聯合國下面的一個組織 所以陳水扁也是企圖 要用台灣的名字 而不是中國台北 中華台北 中華民國的名字 一直加入這個組織 那中國反對有沒有道理 台灣可能嗎 台灣有辦法獨立嗎 我們來看一下新聞 針對 這個記者 我是沒有把它畫掉 記者都是沒有讀書的 針對中國國務院副總理 他表示認為台灣當局提出 以觀察員、公共實體、公共衛生當局 民意進入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加入的世衛組織 目的要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 是嗎 OK 我們沒有看到世衛組織的規定 規則之前 我們也不知道他說的是真的假的對不對 就像剛剛那個國際民航組織一樣 對不對 台灣申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所以這是陳水扁 陳水扁是用台灣的名字 代表中華民國 懂嗎 一個是實體是中華民國 名字叫做台灣 這就是民進黨在搞的 馬英九搞的是 馬英九現在也差不多 有時候講台灣 有時候講中華民國 然後我們簡單看一下就好了 他說這個是中華民國外交部 記者都不寫這個 對就很隨便 都是 中華民國也是一個主權鼓勵國家 是無庸置疑的 中華民國以台灣衛生實體 申請加入特別衛生實體 這不是矛盾嗎 如果你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幹嘛用衛生實體的名義 你不是用會員的名義 你不覺得他這一句話 就跟這句話矛盾了嗎 還是觀察員不是會員 這不是國家 如果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為什麼要用衛生實體的名義 就像中華民國或是台灣 如果是主權獨立國家 為什麼捕魚 用捕魚實體的名義 你知道國際也有一個捕魚 抓魚的組織 國際組織 很多組織 台灣跟中華民國 台灣或中華民國 也是用捕魚實體的名義 它是一個實際的存在一個個體 它並不是一個完整的國際法人 不是國家 國家才是一個主權國家 才是一個最完整的國際法人 等於是這是一個幽靈 幽靈 幽靈還是可以嚇到人的 幽靈還是可以跟某些靈媒溝通 可是幽靈不是人 實體就是幽靈 懂吧 如果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 為什麼要等到美國表態 中華民國外交部才敢評論 如果中華民國不是主權獨立國家 如何能夠成為管轄台灣的台灣當局 這就是各位這幾天在這邊上課所學的 要去了解這一點 為什麼美國對台灣有獨牌綜藝的發言權 我們來看下面這一則 我們來看下面這一則 那個麻煩點一下影片 那個 蔡 蔡上 這一次呢 世衛組織的文件 矮化台灣國閣的風波 那麼美國的衛生部長賽比喻斯呢 他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也很明確地表示 但是沒有任何聯合國的機構有權 可以片面地決定台灣的地位 Well the United States was certainly pleased to support the effort to give Taiwan an observer status in 2009 and welcome to the engagement of Taiwan I had the opportunity yesterday to meet with the Taiwan Minister of Health in the Department of Delegation We have made very clear to the WHO and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position is that no organization of the U.N. has a right to unilaterally determine the position of Taiwan and that that makes a resolution that includes Taiwan and China in the discussion and we very much support that power forward 這是講什麼?美國說聯合國任何機構都沒有權力片面決定台灣的地位 他憑什麼講這句話? 這背後就有一個管轄權的觀念 什麼叫管轄權? 在自然法裡面Nature Law Nature Law裡面有一個很簡單的管轄 就是說在這個文明社會呢 還沒有進入很文明的時候呢 就是說母系社會父系社會都不要去考量的時候 請問一個家庭裡面 爸爸還是媽媽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覺得是爸爸的舉手 我們不要管父系社會母系社會 就是說一個自然的家庭 爸爸對小孩子有管轄權的舉手 不是很多 媽媽對小孩子有管轄權的舉手 兩個都有管轄權喔 兩個都有管轄權喔 這個就是自然法的觀念 自然法就是 告訴你一個最簡單的道理 答案是依據自然法 我不是說母系社會 父系社會的前提 我說依據自然法 母親有管轄權 為什麼? 很簡單 對 對 因為今天假如 不只是媽媽生的 而是因為 如果這個小孩要繼承這個家庭 誰可以決定這個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只有母親嘛對不對? 因為一個社會的繁衍一定會 最重要的是什麼? 繼承 繼承 不管是一個國家 一個政府 或是一個家庭 最重要的就是繼承法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自然法裡面 誰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因為母親才知道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很簡單 什麼是國家的管轄權也一樣 或是領土的管轄權也一樣 誰對這個領土 這個國家有管轄權 就是可以知道這個領土的主人是誰 領土的所有選擇是誰 那是誰? 就是美國嘛 因為美國說 其他任何聯合國任何機構 也就是任何國家都沒有權利 那是什麼意思? 只有他能決定嘛 他如果不是媽媽 他就是助產士嘛 他就是護士嘛 只有他才知道嘛 所以他沒有說他對台灣有主權喔 可是他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他相當於就是那個助產士 相當於就是這個小孩的監理人 小孩子是誰?就是台灣 這是最簡單自然法的管轄權的概念 在2007年的時候 美國要求聯合國不再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也是管轄權的一種展示 他如果不去這樣展示的話 中國就會介入說我對台灣有管轄權 所以中國才要一直放話 以美國加拿大為首的西方許多國家 這個秘書長也講過 這個是在維基解密的時候 後來在2011年的自由時報的時候 這個維基解密也出來了 所以自由時報也有報導 就是美國有行文到聯合國給潘基文 根據維基 美國在2007年7月向聯合國副秘書長發表9點聲明 重申美國不對台灣主權表明立場 他的確是沒有想要永久的台灣主權 可是他對台灣有管轄權 他不說 聯合國要求世界組織承認 美國拒絕接受 依據維基解密 同年的8月16日 美國駐聯合國總部發給美國駐各大使館電文 美國就要求澳洲、加拿大、日本、紐西蘭 全部都配合美國發聲 為什麼要找這些國家 日本不用講 日本跟台灣有關係 澳洲、加拿大、紐西蘭為什麼是這些國家 蔣唐鋒國不對 這就是說你要了解戰爭的過程 誰去決定戰後的事宜 我可以給各位一個簡單的提示 那時候有兩個組織 在決定太平洋戰爭以後 對大日本的佔領 一個叫做遠東委員會 FEC Far East Committee 一個叫做ACJ 就是對日管制委員會 ACJ的成員就是我們受中華民國教育 只告訴我們的中美因素 這四個國家 我們只知道對日管制委員會 可是我們不知道遠東委員會 遠東委員會 遠東委員會是由 一開始是由十一個國家 後來由十三個 又加了兩 十一 十一個到後來變十三個 就到究竟戰和平條約簽訂之前就變十三個 本來是十一個 澳洲加拿大 紐西蘭都是屬於遠東軍事委員會的 所以他們有什麼 他們有發言權 對怎麼處理大日本的戰後事宜 他們有發言權 美國是主要佔領權者 他有什麼 他有主導權 那對日管制委員會是對 戰策的建議 他有建議權 然後也有否決權 然後這些 遠東軍事委員會的其他國家是有投票權 所以你要了解 怎麼處理整個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其實是一個 你要去看整個歷史 你才會了解背後的權力關係 所以美國就找了這些國家幫他一起出生 還找紐西蘭 再來我們看 台灣是國家嗎 什麼是國家 麻煩一下 點一下這個影片 也是網路上抓的一個影片 你看他寫的 他認為這個影片可以證明台灣是一個國家 你們看看這個影片能不能告訴我們 走私報告 把世界各國的表現 有好到怪 分為四大類 最差的一類外國政府 今年有16個 如果不在報告公佈的90天內做出改善 有可能面臨美國制裁 至於次差的觀察名單 今年有32國 去年被歸類在這一類的台灣 因為良好表現 今年被升到第二級 並受到國務卿萊斯女士的公開讚揚 除了這些嚴重的關鍵 這個年代的報告 也應該給我們希望 例如 俄羅斯 倫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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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歐洲 都都做了大大的改善 像是台灣 以及印度尼斯亞 羅斯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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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12名嫌半 該集團被懷疑經由人口走私方式 將女性送到美國和其他國家 從事賣淫等工作 這起案子 充分展現了台灣當局 對打擊人口走私的積極態度 然後你看這個影片的製作者 他就覺得 例如 俄羅斯 倫加州 俄羅斯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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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無意就把Country寫成國家 所以這個看這則新聞的人就覺得台灣是國家 因為萊斯這樣講 懂不懂嗎 這就是什麼 就是在翻譯過程 原意有時候會失掉 有可能是記者或是翻譯人員故意的 也可能是他自己學識不足 沒念書 然後我們繼續往下看 我們大概看一下就好 我們台灣或者是台灣的地位有多悲慘 台灣能夠加入哪些組織機構 聯合國沒辦法 說要申請什麼世界文化遺產對不對 這個風景很漂亮 每次政府都會說我們要申請世界文化遺產 怎麼可能呢 因為世界文化遺產要向誰申請 教科文組織 教科文組織是屬於聯合國 那你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你怎麼有辦法申請 所以那都是騙人的 那個都是騙人的 WHO就是世界衛生組織 它是關係人的健康跟疾病 現在是用什麼身份加入 名字叫做Chinese Taipei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了嗎 地位是什麼 觀察員 動物的健康與疾病叫OIE 什麼名字 Chinese Taipei Olympia 是什麼 Chinese Taipei 旅遊業 這是什麼 沒有加入 根本沒有加入 國際同志會 無法加入不被承認 你要注意喔 國際同志會的成員不需是主權國家 不需是國際組織喔 那為什麼中華民國連一個國際組織都不是 你要去查一下國際組織的定義 一個當局可以是國際組織嗎 你們要查一下 這是家庭作業 沒有啦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大家最喜歡錢了 IMF無法加入 地位 無 世界銀行 無法加入 無 開發銀行 無法加入 無 這些都不用講了啦 貨幣清算銀行 不被承認 無法加入 注意喔 成員不需是主權國家喔 比如說 香港 香港的金融管理局 就是國際清算銀行的成員之一 香港是個國家嗎 不是嘛 所以為什麼香港可以加入 中華民國的中央銀行沒辦法加入 如果說 連香港這個特區都沒辦法加入 都有辦法加入 那中華民國台灣都沒辦法加入 那你的鈔票是假的嘛 誰給你背書 貨幣清算是背書 你貨幣誰給你背書 大家可以想一下為什麼台幣要醉美金 美國人幫我們背書的耶 因為美國佔領台灣嘛 他要幫台灣人背書嘛 他只是沒有親自發行美金而已 所以中華民國的貨幣 新台幣本質就是一個軍票嘛 那這軍票是由 他佔領權的來源 就是美國 要來背書嘛 我是這樣理解的啦 你有沒有覺得有疑問 你可以再去查進一步的資料 至少這是一個很好玩的 很有趣的問題 很有趣的問題啊 香港都可以加入 中華民國的中央銀行沒辦法加入 中華民國每次都說 我們外貨有多少 世界各 世界上有多少國家欠中華民國錢 那都是在騙人的 WTO 這是商業的 它叫什麼 台灣澎湖關稅領域 它這個領域是territory territory通常也翻成領土 台澎金馬有沒有 台澎金馬 獨立關稅領域 或分別關稅領域 這個秘書長的書裡面都講得很清楚 文章 ISO是國際標準化組織 如果你是工業的話就很知道這個 沒有加入無 所以它裡面是被歸在中國的那一類 ISO 3166 這個是含在中國的一省 台灣 它是a country 所以country是國家嗎 那中國的一省就是一國 對不對 剛剛萊斯不是說 記者覺得萊斯說country是國家 那這裡不就反正了嗎 那台灣就建國了嘛 在中國底下建國 胡扯 國際民航組織我們剛剛看過了 沒有辦法沒有地位 來賓什麼 觀察員是什麼 你看我沒有時間仔細練那所有的規則 觀察員雖然沒有辦法投票 沒有辦法參加那些動 可是它可以審議喔 它如果被允許參與這個開會的話 它比如說今天討論這個議案 它是有權利說我可以參加審議的喔 它有審議權 它只是沒有投票權 沒有決定權 觀察員那來賓是什麼 來賓就是沒有地位 你每一年都要人家發邀請堂給你才能去 每一場會議都是人家決定你可以去 你才可以去 根本連審議 你只是坐在最後面 然後叫做旁聽啦 叫做獵席啦 不叫出席啦 叫獵席啦 所以你看記者都會睜眼說瞎話 說觀察員跟來賓是同等地位 同等權限 這就是ISO的一些列表 你看喔 它是ISO List of Countries 然後你看Countries有什麼 Country code 我們把它翻成國碼 你看中國的國碼是156 香港的國碼是344 韓國你看你看 利比亞馬少爾群島 巴勒斯坦國 所羅門群島 你看台灣國 美國國 這是國嗎 香港是國嗎 巴勒斯坦是國嗎 雖然它寫State 巴勒斯坦是國嗎 所以你就知道國家這個概念聽起來很簡單 你仔細想想沒有那麼簡單 尤其台灣人沒有 如果你沒有對西方文化有深一點的認識的話 其實我自己都搞不太清楚 沒有啦 所以我們就是拋鑽引玉一下 所以這個問題是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嗎 這裡的主權國家又不一樣了 我剛剛是country對不對 這時候叫sovereign nation 我為什麼不用sovereign country 這有道理 這又是另外一則新聞 這個 那時候更早之前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 就是鮑威爾 他去訪問北京 後來接受香港鳳凰衛視的採訪 鮑威爾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 告訴香港說 只有一個中國政策 他作為一個nation 並不享有主權 原文在這裡 台灣is not independent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他這裡不講as a country 也不講as a state 所以我們就知道 國家這概念其實 麻煩看一下這個影片 這裡有講state 在白宮簡報會回答記者的新聞稿 針對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公投 第一次公開表示 聯合國的會員必須是國家的身份 台灣或中華民國目前都不是一個國家 而中華民國仍然是未定的議題 至於入聯公投更是會升高台海的緊張情勢 這是美國政府第一次把台灣或擁有正式國號的中華民國都定位為非國家 這個媽媽 這個護士又講話了 他就說這個小孩子的出生來歷只有他知道 麻煩關掉 所以這則新聞裡面講的國家是什麼 它不是country也不是nation 它講的是state 所以到目前為止 你看新聞 同樣一個國家 一個漢字或是一個中文或是一個漢字 一個國家這個字其實就有三個英文跟它對應 一個叫做country 一個叫nation 一個叫state 有沒有 那這三個都是國家的意思嗎 都一樣嗎 我們接下來就要探討這個問題 如果你不能分辨 不能稍微嘗試去分辨的話 你就看不懂新聞了 你看不懂新聞 因為記者全部翻成國家 一會美國說你不是國家 一會美國又說你是國家 你懂我意思吧 因為記者也不懂 這就是之前那個 他韋德寧就是韋德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就是聯合國呢 你看喔 聯合國的國是什麼 nation喔 為什麼不是united state united state是美國 united nations喔 還不是united countries喔 requiresstayhood 你看喔 stayhood喔 stayhood喔 台灣 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not at this point a state 那我稍微幫你翻譯一下 就是說 美國喬治總統呢 在這個APEC 往澳洲會議的白宮簡報會上 圍著說 聯合國成員資格需要國家 就是這句話 聯合國的成員需要國家地位 stayhood 就是這個國家是stay 台灣或中華民國在這一點都不是國際社群中的國家 這個國家是這個state 所以我們來看 事實是中華民國和台灣都不是主權國家 你就記得這個是標準答案 真正的主權國家 這個是最完整的主權國家 那等一下我再講 這個state跟country跟nation的差別在哪裡 台灣問題就是台灣的地位法理身分不明 台灣人自己不清楚啦 其實美國人 中國人 還有台灣民政府的人都很清楚 所以這是一個台灣各自表述 簡單介紹一下這個很快跳過 就是 什麼是國家主權主權者 權力跟權力 right跟power的差別 權力就是一種正當性 你有正當性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權力 這個權力呢是 某人有能力使另外一個人做他所不想要做的事 或者是有能力禁止他想要做他的事 這就是說我們他對他有權力 這很容易理解 注意一下這個主權呢 大概可以分為權力跟義務 它是一體兩面 那主權權力 這個權力不等於這個權力 這個power不等於這個right 這很清楚嘛 主權只能被消滅不能被分割 這個就有一點要想一下了 你要了解自然法跟萬國公法 你才能理解這句話 你先記起來 主權權力可以分享放棄 這是我剛剛一開頭的那個話 叫做霍布斯的聚靈論的封面 就是這裡看 利維坦 Liverton the matter form and power of the commonwealth athletical and civil 他是說利維坦是 就是那種古時候的一種怪獸 水怪 有人說他是蛇 有人說他是龍 有人說他是河馬 反正就是千篇萬畫 就是大水怪很厲害的 在基督教 猶太教的那個故事裡面 這個可能問我們那個徐格林 徐格林先生比較清楚 那這個他講 commonwealth就是 在這裡就是指的 他那個年代的國家 霍布斯那個作者 在164幾年那個年代 他心中的這個國家叫commonwealth 共同的福祉 其實這個commonwealth也是 大英國旗的那個國 那 matter就是物質嘛 形式 然後這個就是 教會的或者是市民的 市民的國家 教會的國家 所以這幅畫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一個人對不對 他戴了一個皇冠 右手拿一把寶劍 左手拿一個權杖 這個權杖你可以想像他就是 教會的那個墓葬 權力的象徵 主教拿的 這是世俗的權力 寶劍嘛 征服 因為國王就拿寶劍指揮嘛 所以這是世俗的權力象徵 這是精神層面的教會 精神層面的權力象徵 所以左邊這邊就是世俗的類比 這邊是精神層面的類比 這是城堡 就是權力運作的範圍 這是教堂 這個是王冠 這個是主教的冠冕 就是他們權力的權柄嘛 他們來源嘛 他們帶的東西就是他的格嘛 那這個是大炮 這是雷電 就是他們打戰時最厲害的東西 這是遠距離作戰嘛 這雷電是最強的 就是說 我今天要慫恿什麼人 我就說天有意象 有沒有 古時代就是說天有意象 所以 掌握人精神層面的就是這個 雷電 閃電 然後這個是 就是步槍嘛 這個是 有三根的有兩根的 這就是指教會的一種論證法 三段論或者是雙關論 所以它是說 教會作戰的武器也包括言語 我們在辯論 辯論說上帝一定 上帝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然後 這個 這個就是 戰場 這個是 可能是修道院的吧 反正這個就是 就是在 作戰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戰場 這是教會的戰場 就是教會的會議之類的 然後這個是城堡 就是權利的範圍 城堡或者是教堂 Church或Cathedral什麼的 然後主要是這幅圖 上面還有一句話 你有興趣你可以去查網路 這裡我就不講了 沒時間講 其實這句話還蠻有意思的 約伯記的一句話 主要你要看這個人 這個人是什麼 你看他一點一點的有沒有 有沒有一點一點的 你如果放大來看 每個一點一點的都是一個人 他的每一點都是一個人 然後呢 這是 比如說這是一個大城 大小王國 然後這裡有城邦 有教堂 有城鎮 有鄉鎮 有市鎮 然後呢 所以這代表什麼 這就是一個國家 國家是什麼 霍布斯的比喻 國家就是人造人 人造的人 每一個 每一個這個小人 就是我們每一個公民 每一個公民 凝聚在一起 我們要建立一個國家 我們要建立一個國家 而且要站立起來 政治人物 我們是每次在選舉場的時候說 台灣人民站起來了 有沒有 要站起來 不能倒下 國家要站起來 所以State的語言 本來就是站立的意思 然後他是有一群一群的公民 每一點都是一個公民 這群公民形成了這個區體 或是說這個意志 這就是一個人造人 這就是一個國家 他擁有最高的權柄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世俗的權柄 也有精神的成品 上面有皇冠 代表上帝 什麼是國家主權 國家如果是一個人造的人的話 主權就是一個人造的靈魂 所以 主權很難理解 為什麼 因為靈魂你看不到 什麼是權力你看不到 你只有被人家欺負了 你才知道你受了傷害 平常你不會覺得我權力受損 所以 可是你很容易知道他是不是國家 因為他是不是人 你很容易看出來 這個人 是不是植物人 有沒有 有沒有呼吸 有沒有心跳 你很容易知道 你很容易判斷 可是這個人 他有沒有靈魂 他人格有沒有分裂 其實有時候沒那麼容易判斷 所以我們就先 我們先 要求自己理解什麼是國家 如果行有餘力 再去理解什麼叫做主權 這是我是對我自己這樣子勉勵 主權國家必有國家主權 就是人一定有靈魂 很簡單 反過來講 沒有靈魂一定不是國家 對不對 人一定有靈魂 沒有靈魂一定不是人 中華民國或台灣都不是主權國家 所以中華民國或台灣都沒有國家主權 因為他們都不是人 沒有人格 怎麼會有靈魂呢 很容易理解吧 這是一個最容易簡單的去聽 什麼是主權國家 這些主權國家其實有兩個概念 一個是sovereign nation 一個是sovereign state 什麼是真正的國家 有三個字 country是風俗制度自治體的一個 其實你可以這樣理解 風俗制度的自治體 比如說這個地方 它有要繳一樣的稅 有一個共同的海關 繳一樣的關稅 貨物稅 有共同的制度 這個這樣的自治體 在以前就是說一個伯爵的領地 一個親王的領地 一個國王的領地 所以count本來就是在英文的伯爵的意思 country嘛 count 這裡有一個country對不對 country前面這幾個字count count的原意就是伯爵 所以它就是伯爵的領地 或是伯爵以上 包括親王 公爵 duke 親王 prince 或者是king 國王 這領地就可以稱為一個country 那比它小的就不太行了 像什麼南爵 國 將域 最好我覺得最好現在來講 最好是翻成疆域 因為疆域你不會把它理解成 一般的主權國家吧 對不對 它就是有共同的制度而已 nation呢 它就是nation是什麼 nation的語言就是來自於to be born 就是出生 所以nationality 有的人把它翻譯成國籍 其實nationality可以翻成 其實nationality 含義很廣 它可以翻成出生地 出生地 因為nation的語言就是 被生下來 to be born 所以一個人出生的來源 就是語言跟文化 所以nation就是語言文化的共同體 所以在比較古老的國家 古老的 就是說中世紀的時候 很多那時候中世紀的國家 它的國家指的 有nation也有state 但是那個state 通常不叫state 叫做empire 叫帝國 後來沒有empire這個字 就用state 或是commonwealth 所以這個nation呢 要是我的話 我會翻成幫 如果偶爾翻成民主 幫或民主 那看情況翻成國 你翻成幫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stay是什麼 就是政治、法律、命運共同體 為什麼 因為 就是說男女互相喜歡 我看到一個女生 我覺得我很喜歡她 我想要跟她同居 住在一起 同居是命運共同體嗎 不是嘛 我不能因為我認同她 她也認同我 所以我們是命運共同體 不行嘛 生了小孩 哪一天我們吵架要分手怎麼辦 沒有法律關係保障 所以為什麼要結婚 所以法律才是決定一個社會的真正命運共同體 所以今天台灣如果有人跟你講說 認同台灣的就是台灣人 那你可以跟她講說 那 那就是講這個例子啊 男女朋友互相認同 他們就是一個家庭嗎 他們是一個真正的命運共同體嗎 不是的 然後我們就來講這個大英國邪為例 麻煩點一下這個影片 這也是從Youtube抓的一個影片 我覺得還蠻經典的 你去聽嗎 她英文很快 等一下我在解釋 聽聽聽 她上面寫 聽聽聽聽 大不烈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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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r不烈顛 大不烈顛 人和王國 英格蘭 他說這三個是一樣的概念嗎 類似啊 意思大概是這樣 好繼續 這個就是 The area shown in purple is the United Kingdom Part of the confusion is that the United Kingdom is not a single country but instead is a country of countries 停停 他說什麼 A country of countries 什麼 如果你翻成國家你就會翻成 一個國家組成的國家對不對 那其實我就建議你應該翻成 一個疆 很多疆域組成的國家 或是你要翻成很多疆域組成的疆域也可以 因為疆域本來就沒有那種 社會共同體的概念 它就是一個疆域 它有領地的概念 但是你可以翻成疆域的國家 是可以的 好繼續 這是英格蘭 這是英格蘭 這是蘇格蘭 這是威爾斯 這是北埃爾蘭 這是北埃爾蘭 聽 聽 所以他這裡就告訴你說 一個聯合王國 全名叫做 大不列顛與北埃爾蘭聯合王國 簡稱聯合王國 他就告訴你說它分成什麼 一二三四 四個壞顏色對不對 它有四個country 四個疆域 也就是說這個國家 這個sovereign state 或說sovereign state分成四個country 其實每一個country都是一個sovereign nation 但是這個sovereign nation 不等同於那個sovereign state 所以我們先不要講sovereign nation 我們就講說country 所以說這是一個sovereign state 就是一個主權國家 它有四塊疆域 分別是英格蘭 威爾斯 北埃爾蘭 跟蘇格蘭 他們每一個疆域都有自己的議會 有他們的議員 代表他們當地人民 可是他們並不是獨立的喔 他們有 他們是拿一樣的護照 那注意 這個蘇格蘭島有一塊 這不是屬於聯合王國 這已經獨立出去了 這是愛爾蘭共和國 繼續 他說他們都在養一養 聽 他說 他全名叫做 大不列顛與北埃爾蘭聯合王國 有沒有 簡稱 聯合王國 然後他們拿的護照是 不列顛 citizen是 citizen是 Britain 好 好 再來繼續 聽 什麼是大不列顛 大不列顛其實不是一個政治實體的概念 它是一個地理概念 這是一個大不列顛島 這整個島是叫做不列顛群島 這是一個群島 有很多小島 這個群島叫不列顛群島 不列顛群島有兩個大島 第一個叫大不列顛島 第二個叫愛爾蘭島 那愛爾蘭島呢 不是一個country 雖然這個島很大 它不是一個country 它有兩個country 一個是北愛爾蘭 一個是愛爾蘭共和國 OK 繼續 愛爾蘭島 愛爾蘭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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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爾蘭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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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原宿之下 它是北愛爾蘭 好 繼續 好 停 然後呢 在這個 元素之下 什麼叫聯合王國 聯合王就是這個 這個框框 紫色的框框 就是 大不列顛 即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 懂吧 好 繼續 好 他說 可是有個問題啊 如果你跑到加拿大 你會發現 為什麼加拿大的鈔票上 印的是 英國女皇的像 這是重點來了 這跟台灣有關 繼續 這是帝國 大英帝國 以前大英帝國 有這麼多殖民地 停 他就說 有些國家你很容易知道就是說 是用暴力 獨立出去的 比如說 美國啊 印度啊 用戰爭的方式獨立出去 好繼續 但是有一些國家呢 你記不清楚 他是用外交手段 自治 或獨立的 停 往上一頁 往下一頁 往下一頁 加拿大 停 這就是我們剛剛看霍布斯那張 頭上戴的什麼 黃冠 對這就是很重要的概念 這跟台灣有關 日本天皇 聽 因為日本天皇 類似啊 不是說完全一樣 類似英國女皇 的地位 繼續 這這段比較不重要 聽 他這裡說 這個黃冠 其實不是講物質上的黃冠 他是指黃冠背後代表那個 黃權 就是剛剛我們類似講主權 有沒有 主權者就是那個靈魂 他黃權 黃權是什麼 藝人的公司 你可以翻成公司 可不可以翻成法人 法人 藝人的法人 他這個法人是什麼 代理誰 代理上帝 因為英國是一個 基督教國家嘛 聖公會 所以 他是 他是 世俗君主 但是他也是 被加冕的 所以這個黃冠 代表說 他是上帝的代理人 所以這是一人法人 好 繼續 上帝 好 上帝 好 受 就是 讓這個黃權 轉下來 再來 這叫 The Crown 這是女皇 這是女皇 為什麼 你拉到最後面 你拉到後面 最後面 中間後面 對對那裡 對那裡 就是那裡 好 這要看完 這是聯合王國 我們剛看過了 紫色的 繼續 聯合王國有這些建築物 有這些教堂 西米寺 這是 大英國協的標記 大英國協 Commonwealth Reel 大英國協裡面主要成員 叫做 我等一下 文字給各位看 像加拿大 喔 新幾內亞 然後 紐西蘭 那種 所以一個是聯合王國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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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nwealth Reel 一個是 一個是 Crown Dependency 聽一聽 這是叫Crown Dependency 就是在 大不列 不列甸群島附近的一些小島 他是只屬於 女皇的喔 只屬於皇權 就是那個皇冠的 而不是屬於 聯合王國的喔 雖然聯合王國 可以 對他們有些管轄權 比如說 軍事 呃 就是 有一些管轄權啊 但是 他們本身 不是屬於 聯合王國憲法裡面的領土 好 繼續 三塊 三塊 各自有自己的符號 還沒完 還有一些東西 只不羅圖 有猴子 福克蘭群島 阿根廷跟 所以還有一塊 在皇冠之下 叫做 聽 這叫做 不列甸海外領土 他的前身就是 黃泉殖民地 像香港就是 黃泉殖民地 香港就是屬於 這個的前身就是 The Crown Colony 黃泉殖民地 後來 他們通過一個法案 改名叫做 不列甸海外領土 繼續 好 前一隻叫 黃泉殖民地 所以一個 黃冠下有這麼多 不同的領土 聽 聽 我們快一點喔 說得太慢 這跳過 跳過 跳過 我用文字比較快聽 跳過 好 直接用介紹 不列甸是位於 不列甸群島的一個國家 是由君主控制的 黃泉的一部分 間為黃泉一部分 與不列甸群島 是黃泉屬地 The Crown Dependency 人承認 黃泉之前的帝國的 獨立邦 這就是Nation Independent Nation 我把它翻成邦聯境 因為這個就是王國的境界 The Commonwealth realm 而不是獨立的 前帝國 剩餘的不列甸海外殊土 簡單來講 聯合王國分成四個country 叫做英格蘭 蘇格蘭 威爾斯 北愛爾蘭 每一個country都是一個sovereign nation 但是他們沒有獨立的國際法人人格 有時候sovereign nation 有獨立的國際法人人格 有時候沒有 像這個情況就是沒有 只有聯合王國才能代表他們 那不列甲邦聯 就是common wills British common wills 它有16個 自從1992來 有16個common wills realm 這裡我寫錯了 黃泉就是the crown dependency 跟BOT 不是那個 不是我們講想的那個BOT 它不是屬於不列甸邦聯 我這裡寫太快了 然後自己有君主的 譬如說像馬來西亞 那些有蘇丹的 那些東南亞國家 有五個 文萊、馬來西亞、斯瓦基蘭、東加王國 有五個也是屬於不列甸邦聯 共和國有33個 總共有54個country 成員國 繼續 所以簡單來看呢 大家看一下就好 這不是完全的情況 只是給大家看說領土的狀態有 簡單來講這些 但是其實不止 已經沒時間講國際 如果大家下次有時間聽我講的話 我們再講什麼叫做國家的定義 嚴格的定義 像蒙特維多的公約是一種陳述型的判準 它不是很嚴格的 很多人都舉這個當國家的定義 其實它不嚴格 然後我們主要來講一個東西 什麼是主權在民 最後講這個東西就下課 什麼是people 那些政客最喜歡講主權在民了 他講民主啊 人民要當家做主啊 主權在民是來自盧梭的社會契約論 那所以我們要問盧梭是怎麼講主權在民 每個人都是這個 每個人都是這個 社會契約的核心想法可以簡述一下 我們每一個人把他的權威 置於公義 就是general will 至高指示下 比群體接受每一個人為不可分的一部分 就像剛剛看到那個人造人 每一部分都是那個人造人的一個細胞 所以盧梭的主權在民簡單來講 第一步要形成公義 就是general will 簡單來講是某一種共識 社會共識 第二個是主權者要有主權者 這個至高的主權者 超然的主權者要代表這個公義 盧梭的理想 我說盧梭的理想 不是說社會世界上的國家 都是這樣 盧梭的理想是說 主權者不能實行 但是呢 主權者可以由政府代他實行 所以政府不能代表 如果這個合起來的話 就很容易形成獨裁政權 但盧梭的理想是把這兩個分開來 一個不能實行 一個不能代表 所以二到三是授權 一到二是涉及公義 主權者的產生 而產生不同類型的國家 所以這個叫做國體 後面這一段是跟政體有關 國體跟政體是不一樣的 公民如何產生 公義如何形成 這一段其實我覺得蠻重要的 大家仔細看一下 這是盧梭裡面講的話 假如表決不是全體無意義通過 為什麼少數人要服從多數人的選擇 民主社會一直告訴你說 少數人要服從多數 是這樣嗎 如果表決不是全體無意義 為什麼少數人服從多數人 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幾百個需要主人的人 可以代表十幾個不要主人的人表決 如果此前還沒有任何約法三章 這種接受多數人選擇的表決方法 至少應該一個場合曾經通過全體無意義表決 這是代表什麼 代表一個國家行程之前一定先行程人民 但是這個人民的行程 一定要先通過至少通過一個共識決 如果沒有一個共識決不能行程 不能要求人家少數服從多數 因為你沒有約法三章 台灣有嗎 台灣為什麼沒有 因為台灣人民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大家知道有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有中國難民跟本土台灣人 所以你沒有去區分 大家沒有透過發行身分證去區分這個的話 是不可能有一個約法三章 而去通過一個基本的共識 說我要建立一個共同體 不要說建立國家 建立一個共同體 或是說恢復大日本帝國台灣的共同體 所以這個盧梭講得很清楚 他說這個不擔就是主權最開始 絕對主權的那個闡述者 他犯了大錯 他把一個階級說成另外一階級 然後他說 其實以前就區分了 其實有五個等級 形成了共和國 哪五個等級 中產階級、市民、居民、原住民、臣民 這個臣民其實就是 不是大日本帝國那個臣民 大日本帝國那個臣民是citizen 是公民的意思 這臣民就是服從 但是他可能沒有投票權 就是類似於我們還沒有 我們還沒有經過4月1號 我們沒有經過1945年4月1號 天皇還沒有頒布招數之前 我們只是類似這種署名 大日本帝國署名 還沒有變成citizen 因為大日本帝國憲法的citizen 就是叫做成名 其實是citizen 所以以前人就會分成這樣 但是一個國家真正能夠形成這個共識的 其實只有citizen 我等一下就看到了 公益的產生 這個就比較複雜 跳過 協約的結果 產生了加盟的集合體 它代表了包含 所以他說 這種由其他個體加盟形成的法人 實體我們叫他City 現在稱呼是共和國政體 被動的狀況叫做State 主動的狀況叫做主權者 在其他同類實體他又叫政權 他的成員從自己叫做自己人民 從分享主義的權威角度叫做自己公民 從扶持國家的角度叫做成名 所以主權者 這就形成政體了 主權者可以把政府放在全體人民 放在一部分 放在一個官員 我知道 結論 人民不是主權者 所以主權在民的意思 不是人民是主權者 是只有公民 居民不行 公民才可以形成公共意志 參與主權權威 人民政府都不擁有主權 主權者擁有主權 如果他代表公義的話 主權在民的意思是 主權應該源自公民 而且公民可以參與主權權威 好 謝謝 各位好人請起立 走勒 阿口休息 阿樓一樓餐廳吃飯 出發了 我們可以 relie 做一段 我們可以並行 來吧 我們可以